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即他就继续玩口水 掩饰他们办事能力低的丑态 说真的 同类型事先张扬 上个月港官已经玩过 掌管财政事务的官员 希望预计8月可把钱派到市民手 继而又说希望7月申请7月派 真是有不少人信到10足10 现在港官再讨早点 不排除下一转出来 就说6月中申请7月派 你知道,總會有些人 就算未有錢到手 但聽到港官的甜言蜜語 都會覺得好歡喜 問題是港官說得出 究竟做不做得到? 事關相比起上個月頭 公務員那時剛剛結束在家工作 開始陸續復工 政府都叫做是有人做事 但現在不少公務員 仍然處於第二輪的在家工作 禁聚令日前又剛剛延長了 公務員何時復工都還要等通知 還有,政府日前宣布推出800億的補就業計劃 可以說大把功夫等著做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就說 將整個計劃所有資訊公開 即是將成功申請的企業、食市 拿了多少錢共駐於世、全民監察 同一個公務員團隊 因為疫情少了人上班 但又多了一大堂超級大事要做 而派遣一晚的申請 竟然說可以提早一點 很明顯 如果不是有人說得就說 就一定是之前拖得就拖 當然 有人就會說政府將派遣撥款申請 和其他政府部門的開支撥款申請 捆綁在一起 結果在立法會被政棍搞局 如果抽出來獨立審議 就不會那麼多阻滯 不過看歷史 當年猛拖派錢四千元後腿的 是政府自己 什麼表格不夠派 對啦 未拿錢才要洩油費啦 收了表格整不見啦 搞一大輪龍鳳 只是派四元那麼大把啦 令人深切體會到 政府拒絕將派錢一萬 拆出來審議 的確是有它的理由 都是那句啦 對任何人說的事照單傳收 都是思想不成熟的表現 譬如說 將整個計劃所有資訊公開 大家就不妨放長雙眼 看看資料會不會擺上區塊鏈 至於在這個E世代 講到派錢 竟然說 政府努力與銀行系統做接駁 不是吧 談那麼久談什麼呢 現在派錢而已 你猜鋪設海底電纜嗎 好了 各位對於派錢要等到6月底申請 7月派 是like搞錯呀 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今集到這裡 多謝收看